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带各位来看一下我家的蝶洞花 各位来看我左手边这边 那目前我们的蝶洞花长得非常的大 非常的茂盛 那只有一颗蝶洞花就长这么大颗 不过蝶洞花 所以我们家蝶洞花虽然长了这么大颗 但是却没有奇迹 人家说种瓜得瓜 种得豆 那种蝶洞花当然是得到蝶洞花的种子 那可是呢 这个最近我在查蝶洞花的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 哎 竟然去年的新闻 在台中有一位民众 他种了两颗蝶洞花 那其中一颗蝶洞花呢 竟然从这个测枝长出一个藤出来 这个藤竟然长出菜瓜来 这开玩笑吧 结果不是开玩笑哦 这个电视确实有报道这件事情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网路的资料 有电视的一个影音片 可以看一下 真的 种蝶洞花也会长出菜瓜的 这才太好了 如果我家蝶洞花也可以这样 那是不是太棒了呢 不过呢 这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就是奇迹 除了奇迹要降临你身上 那世界上 世界上果然有奇迹 那 那今年我们也收成了很多 这个蝶洞花的种子 那我也希望说 我们家明年 能出现奇迹 我们将我们家的蝶洞花 种子跟它播种以后 会不会出现奇迹 那就要看我们播种下去的 这个蝶洞花的种子了 那 我希望这个 多收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蝶洞花 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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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种子很多 那 如果能多收 收几点 也许多种几棵 搞不好也有变种的 或是 或是长出蝶洞花来 种出菜瓜来也说不定 好 那 为什么我们要将这个 这个蝶洞花 准备要 要把它 掺除 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蝶洞花 真的是太大了 这个 这个非常大 那 因为 现在种菜的季节也到了嘛 那 我们 就准备将它 种子收一收 把它 移位置 不是铲除 把它移位置 因为 再来应该也不是蝶洞花开花的季节 对不对 就是把它铲一铲 它弄到旁边去 那 看明年会不会继续生长 那 到底是不是多年生 我也不知道 那 如果是多年生的 当然 种子它就 很快就长大了 不用从小娘再种齐了 那 当然 这也不稀奇 反正就是说 如果有奇迹发生 那才叫稀奇 那 这个 我们希望这个 明年 这个新的种子 能不能 长出一些菜瓜来 那 各位如果觉得 诶 这个 这个 新闻 这个 很有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那 当然 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 这个 蝶豆花 可以长出 这个菜瓜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蝶豆花是豆科的 菜瓜是属葫芦科的 那 两种不同科 照理讲也不能嫁接 那怎么会长出 长出 这个 这个混合体 就觉得很奇怪 这 这也是 我自己 我也感觉很不可思议 那 以上 跟各位分享这个 蝶豆花的趣纹 那 希望 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 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